早上起来好美啊这地方 云雾蒸腾 有朋友说让我每到一个地方说说地名 关键是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什么地名 看看远处 这应该还属于安徽吧 SUV的车就这点毛病 你看了吗 玻璃上全都是水 每天都要擦 挺讨厌的 不管那么多了 先起来刷牙去 洗点刷牙 哇 这是我放暖壶才看见啊 9度啊 接霜了 接霜了 看了吗 我的妈呀 一层 哎呦 天呐 打麻的你看到吗 踏不住 铁盆放这吧 这样还行 这个天不用热水洗脸刷牙 太难受了 哎呀 我这个东西没有按下去知道吗 我刚发现 这水够呛了 这是第四天的水了 这东西怎么没按下去呢 用完了我问 这水反正是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不炸 但是凉了 昨天我用的时候 第三天的时候还烫 今天就不行了 哎呀 这个失误了 意思说 放不住了 今天 今天的烧水洗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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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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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水啊是可以一用 不像那种炸的水 要不然的话 你这个普通的水啊 不放到暖瓶里面 你彻底把它 手的伸不进去 好喽 这小姐牙齿可早啊 跑了 一转眼就跑了 跑了 这条河里有不少啊 这种小姐家 他们一看见我啊 就都跑了 好了 出发 去江西 这是什么东西 四块钱一斤,豆豆放在一起,不知道什么玩意儿,这不是问问 小姑娘,我很好奇这是什么东西 空心粉,要怎么吃的东西 煮的吃,吃炒的吃都可以 这是个菜,煮食,早餐,当早餐可以 这是你们当地的特产 好,空心粉